今天抱著頭條是一句別樂青蛙王子 我們看到了 也就是資深藝人高凌峰 是在昨天因為血癌 病逝於心電磁機醫院享受63歲 那麼高凌峰其實離愛 已經有一年三個月的時間 受盡折磨苦痛 孩子們因為不希望他再受苦 所以最後也決定急救 沒有插管 就在昨晚7點50分 叱咤演藝圈的青蛙王子 因此離開了人世 那麼其實當時包括他的兒子 還有女兒都陪伴在身旁 送父親最後一程 我的爸爸高凌峰 在2014年的2月17號 晚上7點50分 在心電磁機醫院 已經安詳地離開了 非常謝謝大家關心 高凌峰兒子保弟強忍悲傷 公布父親過世消息 眼淚幾乎奪狂而出 因為晚間父親身體不適 是他坐著救護車 陪同父親送醫 父親走了 才16歲的他一夜長大 保弟午夜PO文 說爸爸被神接走了 我的爸爸一生非常精彩 沒有遺憾 謝謝爸爸這16年來的照顧 保弟更稱讚高凌峰 是全世界最棒的爸爸 還說自己會帶著爸爸的夢想 繼續走下去 而這一夜悲痛得 不止高凌峰最挂念的孩子們 高凌峰前妻金友莊 也趕到醫院見前夫最後一面 戴著口罩 從頭到尾沒有說話 我們就算很放不下心 這麼臭屁的人 就會走了 余天痛哭 因為原本還要參加高凌峰的演唱會 怎麼知道根本來不及 忍著病痛唱出成名曲 坐在輪椅上的高凌峰 罹患起來已經一年 飽受病魔折磨 暴瘦20公斤 他曾說過死咬死在舞台上 堅持要唱 既然這樣的話 我盡量 盡量的能夠還能復甦 那為大家做點事 馬上就要在3月8號舉辦的40周年演唱會 18號還打算召開記者會 沒想到突然猝死 來不及完成演唱會的最後夢想 消息震驚演藝圈 高凌峰本名葛元晨24歲演唱琼瑶電影主題曲大眼睛 因此走紅 2012年11月罹患血癌 台北榮總結束化療後 就拒絕再一座治療 自行回家休養 還說自己已經看淡生死 代表作品包括冬天裡的一把火 惱人的秋風 萌萌煙雨 如今血癌猝死 成為親友和歌迷永遠的回憶 記者王宗翰 周一德阿布斯 NSNG小組 台北財富報道